嗨,大家好,我是豆点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局 是古代江湖中签门的一种高级技巧 它利用对手的弱点和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局叫做腾龙毁血局 首先咱们来聊聊这个腾龙毁血局的来源 它又叫唯尉旧赵 是一种以弱胜强,以智取胜的战略 唯尉旧赵是兵法三十六纪中的第二纪 语言文是这样说的 供敌不如分敌,敌羊不如敌鹰 此季的意思就是说 攻打正面强大的敌人不如设法分散它 然后再打 例如,利用敌人的精锐正在攻打另一个国家 并且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 趁机攻占敌方的本土 迫使敌人退兵或者分兵 以此来消灭敌人 提到唯威旧赵这个历史典故 想来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典故中的两位主人公孙斌和旁娟 他们失出同门 孙斌据说是孙武的后人 与旁娟一样都失从鬼谷子 后来众所周知 孙斌被旁娟暗算 施以并行 就是剔除膝盖骨的刑罚 使其成了残疾不能走路 同门师兄弟就此反目成仇 旁娟当时在魏国是位高权重 孙斌却被其毒害到苟延残喘的地步 一个残疾人如何向强敌复仇 这就不得不提到战国时期两次著名的战役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两次战役 孙斌都是用同一种策略 你旁娟不是要攻打赵国吗 那我就直接打你的魏国老巢 看你是想攻占敌国还是想被偷家 历史的进程表明 旁娟是不想被偷家的 所以他两次都不得不放弃即将获得的巨大战果 转而回首老巢 整个作战的过程中 旁娟的心里都被孙斌拿捏得死死的 或许是基于师出同门的了解 也或许是孙斌被旁娟暗算以后的痛定思痛 孙斌极为清醒地一步一步 让曾经的同门师兄落入自己亲手为他布置的死局之中 最后终于得偿所愿 成功地实现了复仇 需要说明的是 在桂陵之战前 邯郸城已经被旁娟攻破了 所谓的唯威救赵 严格说其实并没有救成赵 但是齐国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魏军因为要紧急回援大梁 无力对新疏的赵帝 进行有效的占领和管理 等于是魏国白忙活了一场 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 相反的 赵国人在得到了齐国援赵的消息后 士气大涨 他们的拼死抵抗 最大限度地消耗了魏国的实力 把魏军拖成了一只疲惫之师 回到正题 旁娟也不是傻子 但是他两次都被孙并 用唯威救赵的战略拿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马陵之战中 有些细节值得一提 在回撤的过程中 孙并是要求士兵们 在每次扎营的时候 都要减少军造的数量 军造就是咱们生火做饭的那种造 史书上记载 魏军发现齐军的造抗数量 从头一天的十几万 减到次日的五万 继而又减至三万个 由此便进一步地让旁娟相信 齐军真的是在溃败 孙并用士兵剪造的细节 又使旁娟以为圣券在握 大局已定 目的还是为了诱敌深入 孙并当时就是看准了 魏国他的内部空虚 才想到了对魏国趁虚而入的方法 从而达到了旧赵国的目的 因此避时就虚 击中要害才是解围的好方法 孙并在杨公和杨退之间的灵活变换 在他的友谊牵制下 活活地把旁娟给嗅死了 强敌待在巢穴里 是没有办法可以轻松干掉他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巢穴 而后实现诱杀 可见 唯唯就照的本质是必时就虚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就像生活中 有时候遇到困难 正面迎击得不到解决 我们可以逆向思维 从事物的本源上去解决问题 反而更有效 当然 这要做到知己知彼 看到事情有机可衬 才不会坐师良机 腾龙毁血局 就是以逆向思维的方式 以表面看来是舍尽求远的方法 绕开问题的表面现象 从事物的本源上去解决问题 从而取得一招制胜的神奇效果 那么 咱们来看看亚马逊用此局 怎么应对阿里巴巴的 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它的业务涵盖了网上零售 云计算 数字内容 人工智能等等领域 但是在中国市场上 亚马逊面临着来自阿里巴巴等国内电子商务平台的强烈挑战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它在中国市场上有着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用户忠诚度 而且还拥有政府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 因此 阿里巴巴是有优势的在中国市场上 它不断的抢占亚马逊的用户和市场份额 在19年的第三个季度 阿里巴巴的全球电子商务收入 已经超过了亚马逊 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商务平台 面对着阿里的竞争压力 亚马逊也采取了一种腾龙毁穴的策略 就是利用阿里巴巴在印度市场上的弱势和困境 来转移在中国市场上的注意力和资源 在印度市场上对阿里巴巴进行打压和封锁 亚马逊利用自己在印度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和影响力 以及印度政府对阿里的敌视和制裁 来阻止他们在印度市场上的发展和扩张 在中国市场上又对阿里巴巴进行诱导和分化 亚马逊利用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优势和创新能力 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亚马逊产品的喜爱和信赖 来吸引和留住了一部分的中国用户 并且后来它与阿里巴巴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 在现代商战中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每个企业都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获得竞争优势 腾龙毁穴局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方法 可以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转移竞争对手的关注点 还可以通过利用竞争对手的弱点 来帮助企业获得优势 比如如果一个企业的竞争对手很弱 而其在某个领域非常强大 则企业可以通过围攻竞争对手的其他领域 来转移其主要注意力 从而占据优势 让自己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并且建立起更大的声誉和品牌价值 最后咱们来聊聊腾龙毁穴局的本质 腾龙毁穴从字面意思看 就是趁强龙不备呢 让其不得不飞走 而后毁掉他的巢穴 这一点在象棋中的将军出车上面 体现的淋漓尽致 话说腾龙毁穴这种操作 在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这种团队竞技游戏里 是不是也有应用 是不是叫放风筝呀 欢迎了解此类游戏的留言讨论一下 这个局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腾龙 就是找到对手的弱点和危机 比如对手的老巢 后路 盟友 资源等等 然后利用各种手段 比如攻击 威胁 诱惑 挑拨 来刺激对手 让对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或者位置 转而回去保护自己的弱点和危机 第二个阶段就是毁血 就是趁对手回去保护自己的弱点和危机的时候 利用对手留下的空隙或者失误 迅速的发动攻击或者夺取利益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商业竞争或者政治斗争 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 比如一些公司或者政客 会找到对手的弱点和危机 像对手的品牌 声誉 利益集团 核心资源等等等等 然后用各种手段 比如诋毁 抹黑 揭露 收买等 来刺激对手 让对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或者位置 转而回去保护自己的弱点和危机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趁机发动攻击 或者夺取利益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之 这个局是利用敌人的弱点 又使其离开安全的地带 然后趁其不备攻击其要害 达到毁灭敌人的目的 说白了 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 诱敌深入 必时就须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以弱胜强 以小博大 以假乱真 等等的原则和手段 来达到战略目标的谋略 他需要对敌人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 抓住敌人心理上和行动上的漏洞 并且灵活变换自己的策略和战术 他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敢于冒险和牺牲 不畏强敌和困难 他是一种具有高智慧和高风险的局 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功运用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做局有风险 毁穴稀谨慎 别把自己给整毁就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的频道在每周一 周五上午的十点更新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签门做局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的视频 我会继续聊聊一个 奸商圈钱的顶级玩法 叫翘航坏事局 记得准时观看哦 拜拜